在赵本山的一众土地中 目前来说发展的最好的是宋小宝 宋小宝这两年可谓是大红大紫 他的风头如今甚至盖过了小水羊 大家很喜欢宋小宝塑造的角色中渐渐的感觉 因为本身长得比较黑 宋小宝的角色比较受限 经常塑造老年人形象 个人感觉好像很老 其实宋小宝真是年龄才36岁 从咱们穿越把欢乐几句人 到全民加速中 到王牌对王牌再到挑战者联盟 实在窘途 宋小宝成为了各大总理的标配 尤其是喜剧类的节目 如今的宋小宝不再是一个月300块的洗碗工 他的日期已经能够达到一天80万 而宋小宝拥有5套高等房产 目前的身家少说也有1个亿了 但是高强度的工作也给宋小宝的身体带来负担 2016年12月5号 在浙江卫视的实在窘途的开幕式上 宋小宝予于身体抱恙 开幕中途退场休息 引起了大量粉丝的关心 随后宋小宝曾在实在窘途发布会上宣布 2017年自己将暂别综艺圈 好好为自己活一活 生活中的宋小宝也很低调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有一个美丽漂亮的妻子 而且还有一对可爱的龙凤儿女 宋小宝的老婆名叫霍小红 长得非常美丽漂亮 而且他们俩已经结婚9年多了 生活十分的幸福美满 2012年霍小红为宋小宝 生下一对龙凤胎宝宝 如今已经四岁的龙凤胎儿女 遗传了妈妈的美貌 颜值很高 并且十分可爱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祝愿宋小宝早日养好身体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